是的,姐妹,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产后130多斤时的我 大肚子,大粗腿,我样样都占 之后我通过科学饮食和运动呢 收获了好身材 大家都说我比孕前身材还要更好呢 记住,减肥不是节食不吃 而是科学合理的去吃 那今天呢,就来跟你分享我的减脂期美食吧 跟我做姐妹,身材不掉队 Hello,大家好,我是尚凉 之前呢,跟姐妹们分享过我经常吃的高蛋白卖片 很多姐妹留言呢,我这个在哪里买 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的 味道好吃,又非常适合我们在减脂期去吃 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哦 我们要用到的食材呢,有这个燕麦片 我用的这个是黑燕麦 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整粒的燕麦 不要选择那种碎的 这种呢,会口感更好一些 而且它的GI值也更低 还有呢,就是要选坚果 这个坚果,我现在这里面用的是核桃 还有榛子,腰果和杏仁 这个呢,就是不限制 你可以选任何你喜欢的坚果 之后呢,还要用到椰子油 还有这个火麻子粉 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丰富的Omega 3 然后我们还要用到盐 还有这个可可粉 可可粉呢,大家要选择那种没有糖的 这种生可可粉呢,是含有丰富的生物碱 是可以帮助我们蛋白质吸收的 然后还有这个里包代糖 那高蛋白麦片呢,里面肯定要用到蛋白粉了 这个做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了 我们加入适量的燕麦 把准备好的坚果捣碎再加进去 放些可可粉,再加些蛋白粉 撒上海盐和带糖 再喷上椰子油,然后搅拌均匀 做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了 放到烤箱180度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家里没有烤箱呢 放到平底锅里翻炒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之后呢,我会再放入一些枸杞和椰子碎 这样做完的呢,放在这种密封罐里可以保存一周 我经常早餐吃这个 把燕麦片呢,直接加酸奶或者牛奶做燕麦碗吃 我一般呢,还会在上面再加一些水果 这样呢,既好吃又省时间 那这样一碗营养均衡又高蛋白的燕麦碗呢 就做好了 姐妹们,你们说简单过 这个呢,既省时间又 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你喜欢看今天这样的分享呢 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 跟我做姐妹,身材不掉队 我是尚雅,那我们下期见,拜拜